哈之鳴 要賺的話即使你推左走右很瀟灑 也是貧血自己 進球的投員 進鋒其實在較早前的階段 一直都是靠12脈 在聯群 防守的就是 快速扔出來 子彈中間的位置 全部都漏了 力水系和角度都可以 扔到無人地帶 上空又走了 過到了 拉得回在傳中間位置 頂到搞定 趕快開一個怪的龍門口 他那一下是有少少 拉住了你但他又未發力 令到你失失平衡然後馬上收回手 進鋒在防守投員 身高不夠鋪成功 會怎樣牽制他呢 哪裏斬到過來 老實說 一場只換了一個人 這裡頭路迫 想撿個直線嗎 給子彈 最後子彈 這邊 即使你上來幫忙 子彈 其實兩個是很夾的 一條邊線 沒錯 再交給肥仔 這下轉得漂亮了 這邊第一時間再投入 在線有人 這邊子彈搶了 先下子彈再傳 尾珠的位置 頂不到 而中間 面對著兩個的夾擊 有點麻煩 這裡中間走穿了 又是子彈 會不會又搞定呢 這次林俊傑擋到之後 子彈再補射 不中籠 他自己都很失望 因為對他來說 很難得的參試 也都剛剛會放到腳前面 他知道你爆我了 背身和背脚得住你的位置 這邊子彈亦差點有急 這下的處理 再次木舟大腳踢上來 應該要上給子彈了 第一下拿的位置 拿得很好 肥仔這邊放上去 又是子彈和珍聚藍的大道法 這次呢 很頂得的 這次都過來 放在尾處的位置 阿菲不是中間 怎麼能跟著頭呢 搞定 又是夏志明 正在49分鐘的時間 做做木舟處理的角球 放到尾處位 這邊呢 就真的剛剛好 放正在夏志明的頭頂 不能封了 這邊正經好想 兩球員迫到了 這裡就拿掉了 那就是木舟想折下去了 有些推撞 衣服就塞在自己禁區 的半場位置了 這條大腳踢 所以是夏志明 這條大腳踢 不需要下來 看有沒有幫手的 但是這條捏上去 那邊的出率呢 就是今天關鍵了 我同路被截倒 又是搞到被子彈了 又有個單刀機會 推深了 大力出 哎呀很可惜啊 那就是 拿了腳 拿得慢慢 這個是推圓球 還是紮鐵餅呢 陳開白 扔到頭處位置 怎樣後點 有沒有機會啊 再撞到 入網啊 有啊 又是他啊 哈哈哈哈 戴帽了嘛 那他找了手套彈 扔到過來 川流塔路 第一點 肥棒呢 再頭刀一刀 成多個戰術 他領先到三球了 那他會不會再打多個反擊呢 子彈摺到位置 艾伯簡奴 哇 不瀟灑啊 贏中球的信心也大一點 分回去 這邊的直線 進到陳開白 第一時間再去中間 我們才可惜啊 夏志明又立不倒 分到右手邊了 沒錯 這邊又落手 但是球勝無事 這裡呢 亦都有一個得益 肥棒加內給夏志明 那劉浩林走 然後就近距離了 兩點 會不會加到鬆著腳呢 這邊 但是 慕容雅 始終晉峰出球落點 的確沒有之前幾場賽事那麼好 你別說真的不要縮 亦都收起今天 就帽子氣閥的英雄了 夏志明 麻煩你接受 阿里阿里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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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香港 阿里阿里 阿里 阿里